不要小看每天晚上30分钟的静坐 现在学院里面的每天的日课 就是要提醒大众 开始念念之间的塑造一个行者 应该有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态度 跟为自己建立一个学人在道场里面 应该有的一个念念之间 在平常的一切作息上面的 每天应该知道的发行跟行为 做久了 这就是大众的绝招 你融入在一个行者跟学人的氛围里面 你自然就会为你自己立将来的明目跟明相 你能够为你清清楚楚立出了明目跟明相时 你才能够堪称你叫行者 你叫学人 所以每一堂功课都是你自心将来要了脱生死 能够执重自己这种大智慧的当下的熏悉 所以没有一堂功课 没有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门 哪一个就是举手投足啊 它不是你修行的地方 所以将来再碰到任何日常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时间呢 每一个大众功课的讯息上面 你要告诉自己 你参加的不是过去以为的课目 你参加的是要找到自己的根本的决心 你念念在这个上面 若是还用世间的语言 世间的心态 故意去混淆于它 混淆的不是课目 混淆的是你身身世世的智慧 所以我说过从这个月开始会一直不断地慢慢慢慢地家乡 然后一直到将来开课 学院正式开课时 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平常应该有的一些作息跟课目 将来再正式开课时 马上就要进入街上正轨 当然这街上正轨时 也是学院开始 已经是真正开始启用当下 也表示你心里的因缘也就成熟了 什么因缘成熟 学习的因缘成熟吗 就是自己真正发心要为自己在新意识时中建立道场的那一年诚意承受吗 所以这段时间的每一堂功课 大家要拿良心来参呢 要拿你真正要面对你生死大军的 生死这些苦难 这些业障的 这一种心里面担当再也不敢愿意流转 这种心中的力量来参加的来参与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平常就当成混日子一样 那一天赶功课 赶课目 这边要上课了 赶一赶 那一天要上课了 赶一下 那为什么要上课啊 心里面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在心理上的道理 一法不知 为自己建立那个绝招 如何寻习 如何假借行为来 寻习那年诚心 这种心里面这种方向 绝招 一点都不知道 那你们就算是每天赶这个功课啊 赶这个每天的这个科目啊 都叫赶金灿而已啊 都是金灿鬼啊 跟外面赶金灿没什么两样了啊 所以学院就是学院 将来每一场功课从我们最初这些人开始啊 你把大家的诚心良知拿出来 这里面若是没有大众的良知 跟诚心 这个学院 这个氛围不能够聚集 不能够聚集表示 你就不是在这个法上护的 你就没有做到 你应该来护法的 这种法型 护法嘛 就是护你那一念诚意 在这个道场上 多一分你那个气氛 多一分你那个自己严谨 那么半道的那一念的那个氛围 都是护法呀 都是你将来的功德质量 晚上呢 我想啊 这段时间的晚上啊 因为我最近在看中金路 古德在有名言寿禅时啊 在中金路上的 所以一切开始啊 这个是在过去 我在不管在跟局势们说法 或跟出家人说法时啊 我都会鼓励大家去 一定要读过中金路 那是祖师啊 他把他那一生的修学 在金藏在金教在道理上面 所以一切的精华 浓缩在一百卷中啊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都没有机会 去阅读什么大藏 但是看过中金路啊 那也几乎就是 也所有一切精中的 一切精华 你差不多都已经呢 读到了 所以我想发心啊 能讲多少讲多少 就是讲中金路啊 最初的那一个开篇 不要太多废话 直接就在中金路的这个文字上面 为大家解读 从金路最初开始 古德讲 福以真缘战绩 绝海成情 这就已经要告诉一个真正向道的行者 你念你直接那个方向 你念念心中所踪 你念念不断在心中所踪 不断在自己行成大照 行成照料 那个是静 如明镜一般的清清楚楚 照查极心 那心中的根本的面目 那叫中金 所以念念之间 再也不是过去 只是凡尘之中啊 那一些啊 那些卑劣的语言 卑劣的思维 他就是要在直下 在自己根本的本来 大决心体的面目上面 做一番彻彻底底的 绝了跟参悟的 所以你要体会 大决心体现前当下啊 不都是现在随缘的一切 假缘所呈现出吗 你能够指出来 你现在你认为的决心 你认为的感觉在哪里 不都是在一切假缘或原假当前吗 那就在这些原假跟假缘当下 你就慢慢能够体会到 你能够成就一切原假 能够成就一切假缘的 那个真缘 那个缘呢 是缘头的缘 所以这个真是在哪里体会的 是在一切 你明白一些假处体会那个真的吗 所以那个真不是说 在一个真中去分别假的 后面去立一个真 而是因为你明白假故 你能够体会那些假故 所以你就会知道 能够成就一切假的 它一定非假 非种种假 你再看到这一切原假当下 那一定明白那些原假 那一切心 它一定超越种种假 那个心体就是真缘 那就是真缘 所以你还最初体会到 什么叫真缘现前 你自己的真性现前 你不能在一些现在的感受 感觉以外找一个真缘呢 那也不是用世间文字在那边 不断地在心底心头解释 什么叫真缘呢 那讲起来都是讲 好像武侠故事一样的 那是一个行者 真正照了中进 就在这个根本上面念念照查 才能够体会什么叫真缘 你的源头在哪里 所以你明白真缘时 你当然彻照一切原假 那这个缘就是因缘的缘 你明白一切原假处 就能够体会到你真正的源头 根本不假的本来面目 不假的本来面目 能现一切假 现一切假处 都是你的根本真性现前 所以真性现前处 似乎就有原假之中的 种种对待种种差别 有好有坏 有种种有 或者种种无 或说有或说无 或说好或说坏 那不过都是原假而已 但是能够呈现 如是原假的 那个根本的真性 的本来面目 既然已经知道 他能成就切假 那当然在这个本来面目上 你还会真的以为 他有这么多的种种 假中的差别吗 没有 而且你就在 现前的原假的差别上面 你直下担当的就是什么 它就是你真性的呈现出吗 所以就在这个点上 就在这一点上 就分别你到底 是不是一个凡夫 或者是不是一个行者 凡夫就是在 根本真性随缘当下 从此打散在原假 行者要在这么样浩瀚 浓厚的原假的势力当前 你要看到他根本 集体就是真 这意思就是在 进色当前 你要看到就是进体 那这种担当 这种直下 照料 那是行者的智慧 那是行者 念念之间 在心中的 在中进二字上面的 那种绝了 那种真正的绝招 那个绝就是 决定心的绝了绝招 这个绝就是 决定心的绝招 所以既然如此 你是在一切原假之中 看到就是真心 你已经就好像在 进色种种 千变万化里面 虽然你眼前 看的是千变万化 可你心里已经体会 它就是一个进体 所以你就在 这种性中的担当之中 就在这个进体 看千变万化时 千变万化也是什么 也是战机而已 所以那个战是明了 陈明初 即使你心中根本 从这个绝了当下 照查当下 你根本明明白白 知道那根本道理 心中根本不在 望上追逐的 集字而已 但是你天天念念 已经照见根本 照见本来的 那念念之间 再也不会被一切 随缘的假象 在蒙蔽的 那个根本的战机 看到一切缘起初 不都是真心 现前初吗 在那进色 现前时 你看到就是进体 看到就是进体 你要离开进色吗 不必 人家看到 进色是进色 你看到进色是进体 你看到进色是进体 你不必离开进色 但是进色的千变万化处 与你来说是一体的亲民 一体的妙集而已 那是心中智慧的战机 那是心中根本不随忘的 心中的根本的击灭 那种心中的清净 所以那个福以 福以是真正你念的之间 已然赤诚 一心顶带 再也无疑的福以 所以说福以之中 就像刚刚讲 你已经照查照了 一些原假之处 根本就是你真心的当前 就在真心明白之时 就算你未证 你再看到一切原假之处 你已然读 已经都会知道 少分或者是多分 心中根本不动的妙集 但那个妙集是真正的担当 是它不坏一法 不坏一切心中的亲民 你要能够在这个上面 那叫绝海 那就是大绝心体 必定能够随缘 种种种纳 纳受的心中的 根本海量的担当 那是不能够 用一切时间限量 能量的心中的海量担当 它是能够收纳 一切时间感受 一切时间思量 它都如是绝海之中的 根本的大量的绝海 因为没有一法 你现前的任何思量 不是从你根本 大绝心体 必定能够海量担当 一切思量的 根本的绝量 所以你那个时候 就能够看到 这个绝心当下 那种根本一切 能够 种纳一切万法 流出之时 能够流润 种种世界 回来之时 回射之时 当下 总受一切万流 那种心中的 绝照 那种体会 所以那种 绝海 澄清 你看不到那种 一切 种种差别万流的 当下 那一体 全收的智慧吗 你要知道 静体时 静色 纵然 千变万化 你也就感受到 那全都在什么 一个心中明白静体 那一句话上 一体全收 那个全收时 不是说 静色再也不现前 依旧现前 但是你心中的智慧 是一体全收 大决心体也是如此 所以当你明白 这个决心时 那就是什么 这一切法中 沉迷处吗 但那种沉迷处 是清清楚楚地照料 明明白白地担当 但是那种 明明白白地担当 清清楚楚地照料 那都是你心中 已然明白 那个海量的纳寿 那是绝对 心中 无疑的 心中的 那种暴龙 那是绝对 无有 疑惑的 所以就在 这前面 这两句 有时候我们觉得 读中进路 尤其是读到 最开头时 那几个些话 读到第一句时 就觉得非常 震撼 霸博 那么气势 就直接 升级在心底深处 刚开始读时 虽然感受不到 如何去解释 体会不了 祖师的慈悲 他的眼下所指 是什么 但是已然知道 我是一个学人 那在心中 那种冲击 所以在那种文字之上 刚开始读时 尤其讲到 浮以真缘战绩 绝海成青 我读到这两句话 心中都已经 非常感动 甚深 所以将来 你要是真正 慢慢慢慢 又是如实体会 你才知道 祖师在最 祖师的开始 最开头处 它就不是 用到终身 烦情的饲料 再也不是那种 狂妄的语言 什么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是不是佛说的 这么样的卑劣 你连战绩都看不到 你根本体会不到 绝海 那这个战绩处 不就是不变吗 它必定能够明白 一些清楚 一切 种种 一切 绝量 一切 既然叫战 战叫大明 一切明了处 那不叫随缘吗 那不就是一切 缘分当前 你明白的吗 所以你要是真正在这个上面 才是 你能够体会到 现前之处 哪个不是迷向之所成就处 因为决心现前之时 就是一切迷向 偏离处嘛 但是你已经是个觉醒者 你已经明白觉体时 你眼前看的都是这些迷向 偏离当下 那你是明白觉体的时 你是明白觉体的人 你会以为你是哪个迷向吗 决心是哪个迷向 你当然不会认为 觉体是哪个迷向 就好像站在静体上 你真正站在静体上 明白一些静色时 你会说静体是什么色吗 静体曾经有过什么色吗 静体必定能照色 照色就是静体 正照色处 静体都不落名色 因为念念不落名色 才能够照现 照了一切名色嘛 这是汉传佛教 大圣佛法 祖师的逻辑 那好像现代人 怎么狂妄 所以字里面 马上就能够体会到 下面那一句叫 绝明相之端嘛 没有一个开端 但是绝明相之端 是不是没有明相 不是断面 它是骗了一切明相 当你真正知道 镜子非种种明色之时 你不能照现一切明色吗 在黑说黑 再白说白 再大说大 再小说小 见照山是山 照谁是谁 你不知道明色吗 但是能够照了这些明色时 于这个体上 可曾真正有明相之端吗 哪有端头吗 你看到那个端 是你会抓着镜色 抓着绝体 所以你以为有端吗 那任何随缘 任何随缘献出的端 都是大绝 必定随缘的亲民嘛 没有大绝的亲民 你哪有这个缘起当下 你以为有的种种端游开始了 所以见到端游处 不过就是你明白绝体的人 你就知道那就是一体决体 随缘的相儿嘛 有个端游都是相而已 决体可以现一切相 那一切相都是绝 你不要站在这个相中 你真正以为有个端游 那不过就是现一个相而已 就好像拍电影 那一帧一帧的 拍漫画电影 卡通一遍 一帧一帧都是图案嘛 那一些图案方的筷石 就好像有种种动作 其实所有的这些动作 不过都是一帧一帧的图像而已啊 决心将来明白时 你也知道那一切的 所有的一切 感受中的端游 那种妄动 不过相儿 那就是一个动的像 就是一个动的图腾嘛 那你抓着这个动的图腾 你忘记了绝 那才叫可怜呢 那真是叫可怜 所以你能明白那绝明相之端 那是真正体会到真缘的人 那是真正知道要念念之间 在忠敬而自上照料的行者的 担当行者的方向 那心者的良知 所以哪有能所之机 现前都是能所 在任何感觉向 现前随缘当下 就是能觉所觉 就是能觉所觉 那能觉所觉 就是把一个决心 大决心体 它必定随缘 它用能所而自 把它显尽 种种 信用而已 不是真的有能所的 种种的迹象 那是因为 它现前时就好事 就有能觉所觉 种种的 作用而已 因为就是有这种 能觉所觉的作用 所以它才能够把 决体 或者讲到它必定 能随缘上面 才能够把一切信用 讲到圆满淋漓尽致 那告诉你 这些圆满淋漓尽致处 就是让你体会 其实能所就是什么 就是决心 现出作用来时 那个向中如是吧 那向中如是表示 那能所其实就是一个决体 决体在现实 仿佛有能所 其实能所就是告诉你 同体都是觉 不是真有一个 能所的一个迹象流出吗 决心在感受时 就有能觉所觉 那真的有个 能觉所觉流出吗 那是因为你 必定能感固 所以才有 能觉所觉的感觉吗 那能觉所觉的感觉 它就是告诉你 决心它究竟的地方吗 所以你体会时 你能够看见现前 一切感受随缘处 一切能见所见 能觉所觉 你不清楚吗 你会比别人清楚 那你会比别人清楚时 你会落在如是 能觉所觉上 望是因为真有能所吗 你会说谬意 因为明白能所处 就是能够明白 一体大觉处 所以它又告诉你 无能所知己 所以前面四句话 你又是真正的 发心去体会参救 那真正才是第一 这句最短话的第一个字 第一 前面那两个字叫浮椅 你明白那个浮椅 就后面这四句话 在你心中将来为你种下的金刚种子 它都保证你将来生生世世 是古墨唐娟 你要体会不了那两个字 也不会有后面四句话 心中的贯通 没有那种贯通 就有那种可能 那种无耻的语言 就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是古人讲错的东西 集中 集空 集假 集中 是古人的错谬 这种可怜吗 今天啊 时间不多 所以也不能讲太多 就讲这四句 因为 前面啊 又听到别人棒左 如三百毛刺心 所以将来后面这几天啊 若是我师父还在讲中金路 可能都会不小心的 情绪思想又不会被大家套进来 又要呵斥一番 要大家谅解 我非要呵斥到 全部 全 所有 学大圣佛法的人 都能够听到 师父这一两句话 那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也不要老是觉得说 师父你怎么老是放不下 每天提 每天提 是责任啊 或许 我觉得责任 了时 我就会不提了 所以你们不必 提醒我 我已经提醒你 提醒诸位 不必提醒我了 大家好好念十句佛号 我这十句佛号 刚刚师父讲的那些话 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 体会出现什么来 念佛 好